科技没有发明 身教影响的范围有限 那个时候只有建一个死院 建一个讲堂 来天津的人由远道而来的 不远千里而来 千里迢迢到这个地方来参学 来天津 走路要走十天半个月 现在不一样了 随着科技的发达 我们在一个小讲堂里面讲经 加上录像的设备 网络的设备 全世界都听到了 所以今天讲教化一方 这一方是你的身教能够达到的 那叫一方 今天这一方是全世界 是这个地球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人自自然而就是老师 就受人尊敬 尊敬不是他要求的 也不是学的人提出什么条件 这就叫道 这个尊敬确实是发自于内心的 我们对佛的尊敬 我们对菩萨的尊敬 我们对善知识的尊敬 哪里有丝毫勉强呢 哪里有丝毫意识在里头呢 所以善人 是乡国之宝啊 这是古人 古书里头记载的 这个善人 是我们这个乡里 是我们这个国家之宝啊 他对我们这个地方 潜移默化 大众不知不觉 受他的感化 所以他的功德 确确实实 是在安定社会 富利国家了 富利国家了 善人 好比暗路 明灯啊 好比航海的指南啊 于是社会 一般大众 对他这样的尊敬 对他这样的 爱护 以他为榜样 为典型 向他学习 这个人叫善人 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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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说 不可济之 不能基督 这个基督不得了 人有卧义 人有卧义 向道德之人 善思之 卧义 较慢 较慢 辰慧 基督 甚至于陷害 背叛 都是 我义这两个字 包括了 相道德之人 相道德之人 否则这个地方讲 这是有 这是假设 有物意 相善之事的 我们在讲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透露 我们要想做个善人 佛是纯善 究竟圆满的善人 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善人 要认真 陆离 去学习 佛在哪里呢 经典上所教的 都是佛道 菩萨道 善人 从什么地方学起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辱家的东西 确实完全是讲纲领 没有佛法 说的那么详细 所以如根佛 合起来 相辅相辰 儒家 修善 也就是这样 儒家将做人 就是大学中庸里面 所讲的 从哪里做青 各五之之 我们要从这里下手 五是什么呢 欲望 你为什么会搞六大轮回 我相信许多同学 同学们都听说过 佛家讲的 佛家讲的 爱不重 不胜 受苦 爱什么 爱欲 欲望 念不宜 不胜 净土 这两句话 清楚明白的 告诉我 我们之所以 都在六道轮回里面 根本的因素 就是爱欲 所以连儒家 都知道 把这个问题 放在修行里头 第一个项目 割 割 是割啥了 用我们今天来讲的 就是要跟他 分斗 要把物欲 这个念头 断掉 这叫 在佛法讲 放下 放下 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的 这种 叹念 享受 要把这个放下 设计生活当中 可以随缘